好来 假设我们现在 这是一个区域 其中有两个地方呢 是你疑难杂症的点 三个好了 先把它排在一起 比较好看一点 你可以画N个 那我怎么办 我们现在先做一件事情 我画一条线啊 我拿刀子啊 沿着它将把它切过去 所以我可不可以 这样子把它切了 切的时候要干嘛呢 我们做两个积分 第一个积分呢 由这边这样绕 这是下半部嘛 叫U C 叫做L Lower Lower C 叫Lower E 绕到这边之后呢 我这样绕过它 Lower 2 这1 2 3 没关系啦 然后呢 再跑到这边来 这么叫Lower 4 这边又绕过它 Lower 5 又继续跑这个段 Lower 6 好 这边又切过来 Lower 7 然后又继续跑到这边 Lower 8 最后又绕回来了 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积分 当然可以啊 所以我要是做一个 所以我要是做一个 这个积分 Lower 5 你告诉我 这个积分等于多少 零 因为呢 它本身路径 以及里面所包含的地方 通通都可解析 它是不是等于一大票东西 对不对 第一个 LC DZ我就不写了 第二个 L1 L2 这个我怎么编号 怎么跳了一个 来来来来 通通把它改回来 1 2 3 4 5 6 7 OK 然后呢 上面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路径是这样 这个叫up U C 跑到这边之后呢 它绕过来 U7 跑到这边之后呢 它绕个圈圈积分过来 U6 再继续走 U5 再绕过来 U4 再继续走 U3 再绕过来 U2 这边呢 U1 然后又绕回去了 所以我也可以写另外一个积分 upper 它也是等于0 对不对 它是就等于什么 UC UC7 U6 U5 U4 诶 我应该写的顺序跟它一样比较好 反正大家都按照顺序嘛 1 2 3 4 5 6 7 然后我让它相加 0跟0相加 永远都等于0 LC 加UC LC 加UC 是不是最外围 假设外围的这个呢 叫做C 它是不是有第一个出现 C 1 1的这段你是这样积进来 上面这个是积回去 两个完全一样的地方 互相消掉 2的地方呢 那你是顺时钟绕 绕到这边之后呢 变成上半步的顺时钟绕 但是我们喜欢逆时钟绕 师傅我可以把它写成为 剪掉 C 2 是吧 这个 这个取得实在是不是很好 1 2 3 我应该就用 用不同的 C1 C2 C3 没关系啦 现在先写C2好了 OK 再来呢 这一段呢 又互相抵消 到这一段呢 又刚刚好 跟逆时钟的相反 那这段又互相抵消 这段又跟逆时钟的相反 所以最后面呢 0 0 0都不见了 就变成 这个都是负的 负的 负的 我把这个摆过来 那 是不是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这两个 对不对 那 这是等于二拍i B1 谁的B1 第哪一个点的B1 C就是第三个点的B1 反正B1是谁的 第三个点 第二个呢 B1谁的点 第四个点的B1 再来呢 第一个点 Z等于1的那个 那个点的B1 Z等于0的那个点 反正就是等于 summation I 二拍i 乘上 summation N 1 N就对了 就解决了嘛 就把它三个 分别做 做完之后 加起来就是了 对不对 这样就变得 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OK 好 请大家呢 无必要记住 所以呢 你看看 假设我们同样的题目啊 同样的题目 跟下面一样 它在负4的时候 会有个Po 等于1的时候 会有个Po 所以假设 我有个C呢 包含住他们 请问一下 他这个时候的 气氛 会变成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分别做嘛 二拍i 比i 两个都要相加 二拍i 就相当于 直接写 第一个是 负 八拍i 再加上第二个 负 四拍i 答案等于多少 负的 十二拍i 解决了 所以呢 我们很喜欢负变 是因为 他教我们积分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在玩积分 对不对 我们做其他的事情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好 再看看 再一个例子 好不好 C是在 Z点二分之三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搞清楚 他有哪几个点 是奇异点 Tangent 在什么地方发散 Divergent Divergent at 哪边 Z点以多少 什么地方 Tangent 是sine 除以cosine 所以cosine 等于零的地方 就是那发散 哪边 二分之π的 的奇数倍 对不对 二分之π 所以我们有 正负 二分之π 正负 二分之三π 这样一路下去 Z平方减一 是不是变成为 Z减一 Z加一 它的奇异点 是哪两个点 Z等于 正一 跟Z等于 负一 所以呢 我们来画一下 正一负一 正一 负一 二分之π π是多少 三点一 是16 除以二 是1.507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点 二分之π 那 再二分之三π 二分之三 就1.507 对不对 一个二分之一 再加两个 应该是它的 再加上1.507 假设是在这边 所以这边也有二分之π 负的二分之三π 这些地方通通通都是它 怎么样 发散的地方 它现在沿着一个圆圈圈半径 等于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呢 刚好比二分之π 小一点点 你告诉我 它只包含住那两个点 正一跟负一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答案会等于二π i 乘上b有几个 b就通常把它加起来 第一个 Z在等于正一的地方 第二个 Z在等于负一的地方 就是答案了 你只要把这个算出来就好 容不容易算 第一个 我们一看 哎呀 这个形式可以写出上下两个 对不对 下面的这个呢 刚好在你起一点的地方 通通等于你 就是它分母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先把你感兴趣 那个7点消掉 之后limit的b进入到那边 这里面呢 Z等于1的 就是它 感兴趣就是它 所以把它消掉之后 Z加1变得在分子 所以上面是tang1 下面除以2 二分之 tang1 再加上 Z等于负1 是这个 消掉之后 负1变得负2 对不对 负2 然后上面是负1 负的二分之一 tang1 负1 告诉我 它等于多少 等于tang1 tang1是sin除以cos sin是g含数 cos是5含数 所以你把Z变成负1的时候 只有3会变好 cos不变好 所以tang的负1 就变成负的tang 对不对 负负得正嘛 所以呢 答案等于多少 2πi 2跟2消掉了 πi tang1 答案跑出来了 好 到了这个地方呢 好像也没什么好玩 等于你要g是g一个负变 但是我们有多少积分 跟负偏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那是我们要怎么办 好 现在有一题例题呢 请问一下 这个积分等于多少 这个积分好不好算 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只是一个cos 放在分母的地方 前面是根号2 减掉它 好像很简单 但是怎么算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算它 我们知道cos的积分 知道sine的积分 但在这边 这要怎么算 所以简单的东西 看起来突然间变得很复杂 好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但是教负变 教了这么多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开车开到一半 碰到前面三奔 你要干嘛 把它穿过去呢 还是绕道 当然要绕道 那我们就把地图翻出来 对不对 你现在学过很多种地图哦 OK 很多种这个 很棒的这个地图 你要拿哪一张 有经验的人 就会翻出负变这张地图 OK 好 我们看看怎么变 OK 所以第一个呢 Real Integral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叫 Real的 第一种 假设我们有个积分 里面的函数呢 是由cos跟sin来组合而成 而且是对着θ 记住哦 这个f必须要这个什么 Real的Rational Number Rational Function OK 也就是说本身是要这个合理的函数 那我们知道 sine跟cos 其实跟z当中 有个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说z是什么 z不就等于x加加这样 i y吗 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这样子 记不记得 假设你是半径等于1的 那就更简单啊 那就是这样子 诶 那你记不记得 exponential i theta u的equation 可以写成什么 cosin theta 加上i sin theta right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设是cosin theta 可以写成什么 1 2分之1 exponential i theta 再加上exponential 是不是我明显学过这个 我能不能利用这种方式 把cosin变过去 因为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把z就叫做半径的1的 的这个东西 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2分之1z 再加上z分之1 是不是你2分之2i分之1的z 减掉z分之1 诶 看起来z就跑出来了嘛 right 那这样子就变得非常简单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cosin theta 把它写成什么呀 1 2分之1 z再加上z分之1 sin theta写成什么呀 2i分之 z减掉z分之1啊 那我们在这做的过程当中 始终把它当做一个半径等于1的 那我这个0呢 也就是说z呢 是等于exponential i theta 对不对 所以呢 底z除以底theta 会等于i exponential i theta 所以底theta的积分啊 是不是会变成为怎么样 theta的积分 颠倒一下 变成 iz分之底z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的上下键不是0到 2pi吗 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 它刚刚好等于一个什么呀 一个z等于1的 circle积分 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一样化呼噜啦 因为cos 怎么样 会等于2分之1的z 加上z分之1 底theta呢 底z除以iz 0到2pi 就变成一个 c 是z等于1的路径积分 那么我们上面整个就可以减写成 c 等于路径积分 dtheta 底z iz 除以 根号2 减掉 1分之1 乘上z 再加上z分之1 我们立刻把它转换到负变来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一发现呢 我把dz写在后面好了 这个函数啊 在两个地方有7一点 假设吧 这个叫做fz fz has two simple pores 第一个z1 在哪边会有第一个pore 根号2加1 第二个pore 在哪边 根号2减1 所以就代表着说 我们的坐标呢 根号2加1 1.14 加1变2.24多 大概在这边 z1 对不对 根号2减1 1.14 是0.4 大概在这边 z2 然后我们积分呢 是绕着1啊 你告诉我 c子包含住谁 所以 这个积分 我把最原始的写一下 no 我把这整个的 负的i分之2 的这个积分 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 负的i分之2 然后求取它的residue 对不对 residue是什么 fz的residue 在哪一点呢 z等于更好的简易 还要乘上2πi 2πi sorry 重写一次 写漂亮一点 2πi 乘上它的residue 这样就好了 好 这个怎么算 这就看fz fz看又可以写成分子 跟分母 single pole的形态 所以我只要先把那个 pole杀掉就好了 现在是 根号2减1啊 这个是它的pole 所以乘上它之后 它就不见了 然后把z 逼进到那个pole的位置 它是不是会等于 z 减掉 根号2减1 z会等于什么 根号2减1 减掉 根号2 减1 分之1 对不对 所以答案变成什么 负2 对不对 负2跟负2杀掉 i跟i杀掉 答案等于多少 2π 答案就等于2π 这样子就变得简单很多 好 那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 我们再想想看 下一个问题 我今天不教 我只把它引出来 大家思考一下 你要怎么办 假设有个积分 在时空间 很难记的积分 我们能不能够 找到一个 负变的转换地图 把它转换到负变来 那让我们就变得 非常容易积分 我们能不能做到 这件事情 打个比方 Type 2 假设有个积分是 时速的积分 然后呢 从负无穷大 叽叽叽叽叽 到正无穷大 打个简单的比方 Example 这个怎么办 好 记住 这个里面呢 并不是这么直接 这里面还可以分出不同的等 等的类型出来 但起码我们先想想看 这个你要怎么办 Type 3 好 假设有那种 这种形式 有那种形式的 我能不能把两个 结合起来呢 一个Fx 一个cos的 s乘上x 或者是 sine好了 怎么办 这种呢 有个要求 你看看 它的积分 因为它是时速 它也是时速嘛 相当于整个积分呢 假设以负变眼光来看 它都在时速轴上面跑 时速轴上面跑 现在要求 时速轴上面啊 不包含哪一点啊 是让它发散的 我们这边要怎么办 OK 那么当然第四种状态 也是一样 只不过 它是有限度的积分 而且会经过某些点 让你发散 比如说它就是 一分之一 它就要经过零点 那你怎么记 那到了那点发散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做 好 这些呢 大家思考一下 先不要看课本 先忍耐不要看哦 一看课本就 破功了 对不对 不是破功了 而是课本就讲 这么简单吗 这还用看吗 看完之后就有这个感觉 对不对 那就不值钱了 记住哦 idea是最重要 idea是最重要 你怎么把一个复杂问题 用简单的方法把它解决 这就是伟大的地方 还有你们现在去看 那个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的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还好 那起码不难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它一出来 全世界轰动呢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问题就在于此 好不好 大家思考思考看看 假设呢 想不出来 试过了 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很想要知道答案 那那个时候 你再去翻吧 OK 记住哦 因为它太简单了 它太简单了 所以你一看呢 你马上就可以理解 谢谢 谢谢